这个纠正一下 不是这个是我有幸 在这边给大家见证这个 我受这个这个得救的经过 让我这个声音有点大 好 朋友们 这个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叫金鹏 今天晚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个得救的经过 和我得救以后的这个经历 对 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 我是一个 大家口中标准的理工男 就是我在国内的时候 大学本科毕业 我就学的是WE专业 然后我到这边 NDSU我也是WE专业 然后我后来拿了一个 Prd也是WE专业 我现在从事的还是WE专业 所以我是一个标准的 大家口里面标准的功课男 大家我应该跟我岁数差不多的 或者再前一点或再后一点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国内受的是这个 唯物论的教育和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 所以说我 我对这个基督教从头开始 从刚到我从听到 我就认为所有的不光是基督教 所有的宗教 都是这个统治阶级 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 这是标准的课文的话 课文上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们这个自我麻痹的这个精神鸦片 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这个地方会问 那你怎么会信 这个我当然在一开始是不信的 当时我是在这个 我住在Bison Court 当然那个时候还真的就是一个Court 它就是一圈的平房 然后连那个二层都没有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那是一个比较open的一个住宅区 大家有一天就有两个人来敲门 然后就来问我 你愿意我们要我们 你愿意这个听我们介绍福音吗 我当时当然就是非常礼貌的 非常严 非常礼貌非常坚决的拒绝 我说啊这个 我说我对此不感兴趣 我说谢谢你 然后我就把门关上了 后来当时我太太跟我在一起 我就跟我太太说 因为我当时其实是读过一些圣经的 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圣经呢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本 因为当时里边的创世纪 出埃及记 大家应该有 也就也都读过 其实是非常引人入圣的 我读得津津有味 但是就觉得这个神话故事 写的还是很好的 而且前后逻辑也不错 但是你要让我信这么一个神话故事 你看玩笑 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太太说 我说你都不用把那个红海锅分开了 我说我这有杯水 你给我把这个水锅分开 我就信了 我说这样吧 这可能有点强人所难了 我说这个 我说我就给我太太说 我说如果你哥哥信 我就信 他哥哥呢 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李克兰也是 他是一个学搞理论物理 他是这个从这个少年班毕业 然后跑到美国来 然后坚持搞这个理论物理 就是不转行 我那个时候 他哥哥已经是 就是已经在做伯后了 所以说呢 我对这种坚持自己 这个选择的人是非常敬佩的 所以我当时就 而且我知道他哥哥 当时也去过教会 我想这个去教会的理由 可能有很多 因为想我们教会肯定是办迎新 我们教会办这个春节 办这个八月十五 肯定都是有一些人来 但是有些人来了就走了 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就觉得他哥 肯定就是属于那类的 因为我不能理解 如果一个这个学这种 纯理科的 纯科学的 他会去信这个基督教 所以说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我们家电话就响了 后来我太太就接起电话来 一边一边 一边这个简短的回话 一边看我 后来就是 当那个电话其实很短 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哥打来 他要受洗了 后来 其实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巧合 你说我这么一个知识分子 我能被这么一个巧合给绑住吗 所以说 其实现在看来 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迹 那是神的作为 神显示显给我看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 因为心硬 所以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让这个opportunity就过去了 后来呢 我就NDSU 我从毕业拿到Master毕业 我就转到了这个Universal of Arizona 去读PRD 当时我太太也是跟我们是一块去的 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哥正好是在那边做Postal 最后的两个月 因为他已经找到教职 马上就要走了 但是他在临走之前呢 把我们带到当地的教会 我们带到当地教会 我其实是说实话 因为我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信神 但是因为上一次的巧合 我对神还是 我对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敬畏的 我也不是傻子 这个东西 这个巧合再巧合 也应该有个阴头 所以说我也就去了 结果我去了那个教会呢 发现去了几次之后 发现有好几点 第一点呢就是 这些人都很好 第二点呢 就是那个诗歌也很好听 第三点呢 那个圣经呢 除了那些神话故事呢 其实有些还蛮有道理 然后第四点呢 觉得这个耶稣这个人 真的是有大智慧的一个人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看来我原来的想法可能是错的 我就想 我要在圣经上多花功夫 我要把这个圣经读透了 读透了 我再决定我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大家就问就可以问了 就是你现在信了 难道你当时读透了吗 当然不可能嘛 我现在都不能说 我已经读透圣经了 但是而且我现在也明白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读透了 而去信的 而是因为我们信了 才能读懂神的话 宝德就像这个以赛亚书 中预言的是 我让他们听也听不见 听也听见 但是不晓得 看也看见 但是不明白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我也感谢神 这个当时经历这两次 还没有离弃我 还没有硬着心 让我还没有任凭我 硬着心坚持我自己的这个诺言 就是一定要读懂了圣经 然后才去信神 但是这样 我当时提到 我刚才提到了 其实在那个教会里面 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印象 就是这帮人 我其实由于我个人的 这个生活的经历 或者你说个性也罢 其实我是不排斥 人是有罪的 因为我对照我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呢 由于这个人们的眼光 社会的道德 还有法律 我都其实很多的事情 我只是不敢行出来 或者不敢展示给别人看 而且我相信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在我的这个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我信奉的信条 就是距离产生美 或者说中国有句古话叫 君子之交淡如水 也就是说 大家都是一些不完美的罪人 所以说呢 大家就这个 就是大家离远点 但是这样呢 大家就不会看到彼此的 这个阴暗面 然后大家就会 会比较和睦的生活在一起 但是到了那个教会 其实让我 最让我惊奇的就是 这些人不但好 把他们好的一面展示给我看 他们也把他们 不太光彩的展示给我看 因为我 首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们那个长老 第一瓶长老 他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多岁 他其实在这个信竹 已经有四十多年 他是从大学时候 他就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就信竹 那个时候 当我有圣经有什么问题 他不会的时候 他会非常非常诚实地 向我道歉 承认说这个问题 我没有想过 或者说我想了 也没有想明白 这个我去帮你去问问别人 他会非常非常明白的 其实他作为一个 圣经懂那么多的人 他其实随便胡我一下 或者随便 就是试着解释一下 其实我根本听不出来 我最高就说 这个事情我不信 或者我不同意 但是他就很诚实地说 他不会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大家会有的时候 会做一些那个 就是认罪的祷告 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长老 然后跟着我们 跟着我这个还不信的人 他就会在我面前 承认他的罪 所以这个 这个就深深地就是 我就被这个深深地 给惊诧到了 而且令我更加惊诧了 就是 当我看到了这些人的 这个不光彩的这么一面以后 我居然没有 在心里面有这个 排斥的感觉 我反而就被他们更加吸引 所以说这个当那个余张老 就是我们那个余张老 他而且对我们这些学生 就特别好 他会我们每个星期 都会去他们家吃饭聚会 然后呢 他就开放他的家庭 而且我们有任何的需要 都可以去找 他把自己的后院都已经打开 让我们 因为他们家离学很近 所以在后院打开 他给我们可以停车 这个停个七八辆车 然后不用在学校里边 parking交钱嘛 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 他就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然后呢 他的这个习惯就是 见到我们面 就一定要拉我们去吃饭 所以说他的那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三个习惯 就是 请我们吃饭 另外一个就是 他觉得大家很喜欢 喝那个coke 好像对我们健康 对我们这个健康不利 所以说 你们要或者喝水 或者喝这个椰子汁 他会请客 另外一个是 当然了 可能不是那么健康的 一个习惯就是 他自己很喜欢吃糖 他随身都 总带着糖 所以说他见着我们 他就给我们糖 我们就好像基本上 就是在那边 所有的同学 大家都是熟悉他 一起他呢 我们就脑海 就是三件事情 然后当时有一天 他就问我 你愿意受洗 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很勉强 但是呢 我真的是 那个时候我就答应 你看我真的是 没有看这个神迹 我也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明白了圣经的道理 我真的就是因为 我看到了 这个这个愚章老 这回 对我的爱 我就答应受洗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明白的 我虽然不全明白 但是我知道 这个这份 这份爱不是一个 人应该 应该原来就应该有 这个肯定是跟神有关系 我愿意变成这样的人 我愿意就是 就是跟他有一样的生命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受洗 受洗之后 其实一切都很好 我就发现 我自己的这个 这个 不管是圣经上的知识 还是灵命的长进 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 我跟以前的这个变化 所以说 这个就是越发的 让我认识到 我认识的这份 我认识的这位神 我所信仰的 这位神的这个真实 所以我当时就 就是越来越 被这个神所吸引 但是始终还是 有一件事情困扰 因为我越读圣经 越祷告 越认识这位神 我越觉得这位神伟大 就是公义 这个荣耀 但是我对照我自己 那个时候 我受洗了 我可以很 很笃定的说 我也受了圣灵 但是我发现 我自己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 完全的标准 就像马太福音 你知道 说的 你们要完全像 因为你们的父是完全的 我没有办法 达到那个标准 所以有的时候 我这个事情 非常困扰我 困扰了我 直到 困扰了我一段 很长的时间 甚至有的时候 我再问我自己 我到底得救了没有 我这个 真的是不是 就是只凭感觉 或者是这个 我什么时候 就是 为什么 我这 作为一个人 既然受了圣灵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达到神的标准 没有办法达到神 那个完全的标准 直到 这个 大概是去年年底 大概是 11月份左右 我们教会的一次 祷告会中 By the way 那个时候 我已经受洗 大概19年 一切非常非常 大的时间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 问题一直在困扰我 我们当时 我们教会的长老 在祷告会中 他跟这个完全没关系 他就提到了一句圣经 叫约翰一书的 这个一章的九节 说神是信实的 神是公义的 我们若 sorry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神是公义的 他必赦免我们的罪 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那个时候 听到这个时候 我的心就在那个时候 就突然就加速 跳动了一下 然后马上 我的脑海中 又显示出另外一句经文 那就是 罗马书的八章的 三十八章三十九节 就是说 我深信 无论是生 无论是死 是天使 是魔鬼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或高处或低处 或被造之物 都无法让我们 与神的爱割据 因为这是爱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两句经文 我读也读过 查经时候也查过 背也背过 但是我就是 没有办法让他们 就是没有办法相信 直到在那一刻 真的是感谢神 这两句经文 就是这么进入了我的心 我当时就觉得 我心里面 好像有一个保险箱 然后原来 那个保险箱的门 一直是开着的 在那一刻 我那个保险箱的门 咔嚓一声 它就合上了 我从那一刻开始 我真的是觉得 天色都比以前蓝了 草就是比以前绿了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是一个 得到生命的人 我这个得到生命 其实不是因为 我自己能做到什么 我完全是得到这个生命 完全是因为 我们这位神的信使 我们这位神的公义 我们这位神的大能 我们这位神的牺牲 总而言之 是因为我们这位神的爱 所以我在那之后 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整个人 就是变了一个 话说到最后 我想这个再介绍一下 我们那位于长老 今年的年初 一个于长老在那个千象城 千象城教会 举办了他的这个追思礼拜 大概是二月份 我是在网上参加了 他的追思礼拜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 口味的还是 不是追思礼拜 就是我们还是有 这个这个这个 有很多的顾忌 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其实大家都是 基督追思礼拜 其实是一件 不是一件特别悲伤的 追思礼拜的时候 大家其实就在 追忆于长老的生平 追忆他怎么帮助 这个弟兄姐妹 怎么关心弟兄姐妹 追忆他怎么的 这个与这个癌症 做斗争 直到最后 他就是交代这个 于长老的三句遗言 就是请他们吃饭 给他们水喝 给他们糖尺 我就在那一刻 我的这个眼泪就紧不住地 流了下来 在那一刻我又深深地 感受到 改变我的 就是这份爱 我就感谢 我相信于长老现在正在 正在签上看我 我真的要感谢于长老 把这份爱给了我 介绍给了我 当然我更要感谢这位神 因为是他把爱给了于长老 让于长老展示给我 好 谢谢大家 见证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